人在哪裡 台北人 還是新北人 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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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不通沒關係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靠肢體語言和餐廳員工 安排與青年座談 侯友宜畫夾子一開 停不下來 這老闆蠻仁慈的 不領薪水 那我決定沒有工作來找你 與青年拉近距離 聊來聊去 還是最關心台海議題 那時候一個遊戲 半年降落太大了 所以台灣沒有人引爆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全世界都關心 他們就發現 台灣好像不正的影片 今這一兩年 台灣的知名都在全世界 大增 大家都需要的晶片 然後還有 大家也不想要有戰爭 大家看到烏克蘭之後 就更加的害怕這樣 侯友宜拉攏海外青年的心 從台灣帶來的觀光衣 關公帽送給在場的與會人士 青年也很給面子 近年來科粉越來越多了 我蠻擔憂的 我覺得就是謊言偏多 反反覆覆 然後說不出一個 就是很明確的政治主張這樣 侯友宜也已準備好 透過外媒專訪 清楚闡述自己的立場 要不斷的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也要加強軍備 更重要要跟我們友好的同盟國家 大家一起共同的合作 特別在美國強調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備戰不起戰 美國的行政部門跟國會 能夠多多關注台海和平的穩定 在經濟貿易裡面 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能夠給台灣多多協助 赴美訪問讓美方了解 參選人的外交國防立場 或許也能靠出口轉內銷拉抬聲勢 東三新聞 黃耀哲葉婷在美國紐約的採訪報導